黃爸爸非常難過 他不敢相信自己兒子 早上出門和朋友吃飯 竟然會被其他客人用刀刺死 他的兒子二十三號早上六點和四名朋友 到臺中知名的滷肉飯攤用餐 接著另外有十名男子也進到店內 黃姓死者看了對方一眼 對方問我們認識嗎 黃姓死者說不認識 但吃到一半 黃姓死者打電話叫其他朋友來吃飯 對方誤會以為他在落人 雙方爆發衝突 一個誤會竟然引發衝突 造成一死四傷 讓家屬不敢置信 市長盧修妍一早也發文 說趕來臺中犯案的一定會抓起來 安法後警方到外縣市逮到五人 正在積極追棄其餘的通貨 也傳出兇手疑似有著幫派背景 但警方不願意證實 只說全案正有檢察官指揮整版中 我是新聞中部總和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